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條政論 各位 這位呢 都做了兩年了 你想不認識他都很難 這個叫做陳哥 又青磅又黃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起過這樣的花名 我不知道他 我沒有起過他的花名 阿基 阿超 阿強 蹲波 都時時提及 很高 不要提及他 很少評論的 為什麼呢 不知道評論過什麼 都沒有話要說 沒有話要做 最初是掃後巷 帶著副政務司司長 開完一個位又一個位 在香港憲政制度裡面 你可以說他是備位元首 莫名其妙 怎麼來的呢 這個位 為什麼 事實上也是 特首領導整個公務員系統 是不是呢 就是這樣而已 他領導著兩件事 一個類似內閣就是他的行政會議 其實就是英國人留下來的 英國人弄出來的 那個管治制度 那怎麼來的呢 基本上呢 特首就可能是隨時在外交部 殖民地部以前叫 或者在別處找來 去到彭定康就不是找職業官員來了 就找這個政客 因為他是保守黨的政客 這樣 不同的人做的 但是他的角色呢 基本上 港督呢 總之就是統領全局 而政務司司長就等於他的總經理 就統籌 統籌整個政府 主理整個政府的政務 是不是 這樣呢 以前你叫Chief Secretary 後來就改為政務司司長 那 回歸之後 是不是 寫了幾二本法的時候 你覺得這些好東西就留下了 是不是 但是 以往 他有什麼分別呢 這樣 因為英國的公務員制度呢 它要派一些人去海外做官的 這些高級的AO 他們的AO 其實很多時候 服務了一輩子就留在 退休才回英國 分分鐘不退休不回英國 就是去了殖民地 以前很厲害的時候 殖民地可能是去了印度 可能去了巴基斯坦 去了印度 馬來西亞 諸如此類 那些地方做官 那他分兩種 一種就是長住在那裡的 而那個港督呢 就久不久就會輪調的 是不是 變成了孟公祝新來到就靠本地那個做這個指引 因為他是長住的 或者他換都好 他在本地的官僚在那裡換 過渡之後 要回這個制度 開頭呢 為什麼都要靠那幫政務官呢 因為董建華沒有什麼用啊 想不到啊 領導無能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現在其實都是政府的官呢 就是考入去做的 那大家是同一類東西 跟以前英國人的那個作用不同 第一個特首董建華還有這個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控制不了那幫公務員 所以就找陳方安心壓住那個桌 是不是 那陳方安心的角色很重要 是不是 或者是輔助的角色也好 但是後來搞不定就賴他了陳方 結果就憤而辭職了 陳方 因為他在政務官員裡面升上去的這樣的形式 那麼靈活處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曾蔡英權的時候 找了一個唐英年做 都有培養著拜登的那個作用 後來變上了變成這樣了 是不是 就是很多做過政務司司長 包括現在的特首李家超 為什麼呢 都好的 等他熟習一下 管一下這些各樣的事情 那政務司長其實就是統領整個政府部門 在眾司裡面 他就好像突出了那樣 影響力較大 但是有些獨立的位置不關的事 例如律政司不關的事 因為律政司是直接基本法授權的 就是他不可以影響律政司 他不可以影響財政司 那些財政司就是 又是獨立處理財政的 所以政務司司長呢 是不是 基本上是 是不是他做的 那他還有副司長幫他 卓永興 那他們兩個人做什麼的 其實沒有東西做 所以兩年來其實有什麼算是他們的工程力 都在憲政制度上 其實 或者傳統上沒有劃分哪些事情是特首做 哪些事情是政務司司長做 只有當特首覺得有些事情要分給他做 太多事情了 政府濕碎的事情之類的 幫幫忙的 這樣的形式 所以你說呢 隨時不要那個政務司長 政府是越常運作 你要留意這個 你沒有了財政司就不行了 你沒有了律政司就不行了 但是沒有了這個財政司 以前叫做佈政司或者負政司 就是輔助管理 是完全可以的 好了 等到現在 你說這個人蒙啊蒙啊 不行了 阿超不行了 那他呢? 因為楊姐都是開槍 這個好像不是警察 這個是入境處之類的 紀律部隊的 現在流行的嘛 升了這些紀律部隊的座頭 其實這些紀律部隊一定指不住下面的那些 就是傳統政務官 精英的嘛 連些拿槍的 是不是? 你考不到做AO才可以考警察 考入境處 考海關 是不是? 諸如此類 但是現在沒有了 他都說了 但是 這些我做過嘛 也都很了解香港的政治啦 文化啦 或者這些管治的制度啦 是不是? 很多人都認識 是不是? 就是阿波都不認識 他們不是很明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分 哈哈 國內就是體制的問題 大家都是黨員來的嘛 黨內一個位置就搞定了 所以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好了 那就說回這裡了 這個人做什麼呢? 啊 既然他沒有工作呢 兩年白支人工 是不是? 那什麼時候會不會撿阿偉 因為諸如此類呢 就不知道的 幸好上來的 不喜歡阿超 要換的 很多人就說換他 但是我認為不會 因為他和阿超一樣 都是管不了的 不知為什麼他做了 就是 司長那麼厲害 他不行了 副司長也是不行了 那要他來做什麼 真是不知道要他做什麼 大家要想想這件事 很怪的 出錢就拿來 幾十萬都是錢來的 是不是? 錢多也不是這麼浪費的 但是要留住他 那他在現證上唯一有作用就是 如果要選一個特首 他有六個月是 那個可能立刻走了 那他就要安排選新的特首團 除此之外 他是沒有任何責任的 當然啦 如果特首出了外 諸如此類的 那個位置空了 放了一架 就由他處理特首的位置 除此之外 他的確是沒有特別的職務給他 那他現在分了職務 沒有的 其實沒有分了職務給他 沒有的 他就有人去掃街 超刀活該死的 沒有什麼給他做 你出糧就行了 這樣 好了 最近他有一件事 自己說 這件事 為什麼他說呢 是不是? 那是事必有因的 大家密切留意 當然什麼原因 大家猜測啦 那你可以猜測他是不是想代替阿超 所以要出來 你曾經見到鄧炳強那些突然很搶的 消防他就走下去 或者不知道 很多事情他都不關他的事 走了 場合出現 那是不是在搏上特首位呢 不知道啦 他是不是呢 我又覺得不會的 因為他都是被制裁的 如果要換特首一定會換過 是不是? 我的很公道的意見就是 你一定要換過沒有制裁的 如果不是多鬼魚呢 都是這麼差 是不是? 你是貪他可以出去和別人丟 當然應該找回文官做啦 是不是? 不要找那些頭腦比較單一僵化 是不是? 比較不思進退的紀律部隊的人做啦 打架就要找他們 是不是? 現在是太平順勢啦 除非你認為不是太平順勢啦 當日我都說覺得 簡阿超可能打算台北開戰 我想現在有段時間都打不成啦 是不是? 好了 他就突然間講了一件事 跟他無關的 就說香港呢 現在有70萬 將會有70萬新人口走來 當然這個原來是第一次有公開講 只是說高材通就弄了10萬啦 多少人啦 有多少個percent是什麼學歷啊 那我們的數字是很混亂的 是不是? 還有我們的了解都是 你叫他來的了嗎? 是不是? 他請了他來香港一定想做香港人的了嗎? 他不高興那份工 你做夠七年就行了 可能做兩年他就走了啦 就是頂級的 專業頂級 比如IT的專家啦 比如 是不是? 學者啦 我這些見啦 在大學裡面那些啦 他們未必是因為錢的 他們不是說 你的薪金就留在那裡 可能他喜歡 有不同的經歷去這裡幾年 那裡幾年 是吧? 因為他們不是一定那麼狠錢 現在他們就夠了嘛 他們的錢很高 是不是? 已經很高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 只是為錢就留在香港 但是現在就說說 成五萬啦 十萬啦 十幾十萬啦 不是 也不是很多而已 好了 就認為他們會留在香港啦 那現在就不用怕了 哦 如果說到這樣就說 因為看到移民啦 看到香港好像斷層那樣 沒有了這個希望啦 是不是? 那這個是不是這樣出來說呢? 那這些為什麼不留給阿超說呢? 如果真的是的話 那他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就說了這樣 所以呢 就是有所表現 是不是? 那奇怪 那就是他講的東西啦 就播出一個專訪 陳國基的專訪 那他在裡面說的 那他說搶人才 這個就是 不是他特別的工作啦 整個政府的工作啦 對不對? 阿茂波也有份啦 那他現在出來 就好像他是特首那樣 講這些 古怪啦 是不是? 那歸恩於 又三年都可以啦 講了法案就好了 有保障了 很肯定啦 這樣 現在他說高財工 通計劃呢 五月底有8.5萬份申請 批出呢 就6.8萬份高通平均呢 就5萬元 薪金 是不是做了你的那些政府工啊 或者NGO類似的那些 是不是? 那就是不要理他啦 那這批呢 當然啦 我當然都會希望是那些 真是人才啦 醫生、律師 不是 律師就不會的啦 這樣呢 高財工都可以呢 增加341萬元 阿茂波那一番 你都講壞了喔 直接經濟貢獻 來 漸轉地生產1.2 很重要 特別強調喔 平均35歲 其實35歲不是很精英 應該不是最正的 其實應該真的是精英四十歲過後啦 你二十年左右而已 大學畢業之後 還要專才 或者他讀過博士 或者他再專業訓練 再幾年 剛剛開始而已 就是呢 我很耐心的 看新聞我是小心看的 那還有些好笑的事情 他說他們帶同數萬名子女 對港定追 數萬名子女到港定追 定居十萬 這個剛剛他說的是高財工的人 其中十二萬人已經到港了 是吧 那麼呢 首次官員說有七十萬 新人口透過新人口 主要是 因為他是計算子女的 那他講的是 潛在的新移民五百人 五十八萬人 是 人口的九點三 這些數字其實看起來很煩的 但是他講了一句很有趣的說話 他說他們多數會帶同數萬名子女到港定居 其中九成或是十四歲以下 那麼正啊 正常不是正 那當然要讀書啦 有錢的就讀 國際學校啦 多數是吧 沒有錢的都幫助一下我們那個中學 不用殺校啦 九成是十四歲以下 聽住了 能補充香港的勞動力 做同工啊 十四歲以下走來 幾年之後走來捧餐啦 那個老爸是工程師 是吧 他在荷羅爾在香港做基層 啊 捧餐啦 補充香港的勞動力 我不明白他說什麼 補充了 我們這些在北區處時見到一些 還是婦女的多了 是吧 我都很尊重這些 就是無產階級的這些人 是吧 他們又沒有什麼政治見解 也都不是啊 總之他們是穩食勤力 那麼這些很受歡迎的新移民 是吧 也都不討厭找我來講 但是你現在找的那些是精英來的嘛 精英的特點呢 就是他們是精英的嘛 精英就是會選的嘛 我以前在大學 不是不是 都不是很久 不可以整天以前 你在大學 很多的過來的那些讀書 跟著他們就會切法子再去美國 很多來香港做事都是很切法子 現在你全部都是在大陸找些人 現在自從2019年以來呢 他說有30萬人 就是移居海外 陳國基說 不是不是 陳國基說 就是有網媒引數據 就是如果陳國基說呢 就是這70萬人如果真的說呢 那他真的很隨便 是 現在講究竟多少成人來呢 都還未知 來了還未知 是吧 如果他真的會拉動了有幾十億 就是三百四十億元的直接經濟貢獻 那我們不會 起碼放緩一些嘛 市面那些不斷執 他們都不用吃東西的 不用光顧消費的 很奇怪啊這些 那大家過不過很多 來了幾十萬人 十分的一人都是專才和他們家人 那我就真的不過了 是吧 那好吧 這位平日沒有事情做 那他拿著資料就發揮了一番 就說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我們有70萬人 新的移民 走光都不要緊的 是吧 那我不知道啦 走了那些朋友 有沒有看到好像不知道什麼感覺 當然也不用恨的 是吧 也不用生氣的 什麼你剃了你的位置 你走了的 如果真的有新的人扭來 但是你一聽他這樣講 是吧 那些人是不是留在香港呢 已經是大疑問了 越是高人工 越是容易走到外國 就是他在香港拿了經驗 哇 在香港政府做了幾年 或者在這些大機構做了幾年 那個資歷 是吧 經驗又增長了 然後找個份工就在外面 你說他沒有能力找到外國 那些就是人才了 人才就是會到處走的 是吧 你都是想他來做幾年而已 越是聰明的人越是這樣的 那這些已經不是人才了 還有他們多少家人都會來的 然後你預期那些家人做同工 補充勞動力有 你會增加了外勞 是吧 外勇 會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他 所以我說這些 又是鱷魚頭腦襯底 拿槍 擦鞋在紀律部裡面 那摸著摸著一個時機升了上去 這些人處理政務 常識都不夠 說話這麼大漏洞 我隨便看而已 當然我資深 看這些資料 一看到就覺得漏洞 讀多一次 你聽吧 他們帶了那些子女來 十二萬人來了 就是帶同數萬名子女到那幾個地方 當中九成二十四歲 能補充香港勞動力 我想是香港電台的訪問來的 大家聽到 看是不是 還是這個新聞報道錯誤 還是他真是他說 好了 多謝大家 又長氣了一點 不好意思 下條片再見 下條片再見 下條片